清明节即将到来 民众少不了要吃润饼、高果等应景食品 卫生局抽烟润饼成品、润饼皮、馅料、高果、零食等49件应景食品 检验结果三件不合格 其中两件豆类制品 检出食品添加物防腐剂、本甲酸超标 一件花生粉检出黄麴毒素超标 那这次的抽烟的一个品项里面 包括有润饼成品有两件、润饼皮4件 那另外还有包括像豆芽菜、花生粉、豆干丝等馅料22件 还有豆干8件、高果类的食品5件 鲜艳的果冻3件 以及色彩鲜艳的季式食品有5件 那依照产品的不同检验项目包括有食品微生物、防腐剂、贵氧化氢、二氧化硫、黄麴毒素、濁色剂以及规定外色素 结果两件的豆干支品分别是豆干碎丁还有豆干丝呢 是检出食品添加物防腐剂、粉甲酸超标 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規格标准的规定 那一件花生粉是检出黄麴毒素不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的规定 那针对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呢 那我们已经要求贩售业者立即下架 那其中一件的豆干碎丁以及一件的花生粉来源是在外县市 那我们已经以请所缺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另外一件的豆干是目前我们在做溯源的调查 如果经朝为归属时食品制造业者是可因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 以及同法的第47条是可图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给罰碗 那如果是贩售业者无法确切提供产品的一个来源 那就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7条第11款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罰碗 卫生局表示本甲酸是常见防腐剂 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胃痛等身体不适症状 黄麴毒素则是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 那本甲酸它是很常见的防腐剂又称安息香酸 添加到食品当中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 但是如果过量食用的话会引起腹泻、胃痛等身体不适的症状 食品制造业者在使用防腐剂的时候 要依照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机会格标准的规定 遵守限量以及使用的范围 才不会让食品添加物有超标的一个情形 那黄麴毒素是诱发肝癌的一个主要毒素之一 具有极高的一个热胺定性 需要在摄氏237度到306度的一个超高温 才有办法将它消灭 那民中如果有摄氏坚果类像花生制品 还有像米、麦豆、五谷、杂粮或其相关制品呢 要特别注意产品的一个储存的环境 避免潮湿发霉 那包装如果有破损或设置改变就不要购买 那如果产品已经发霉或过期呢 就要立刻丢弃 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已下令辖内贩售业者立即下架 其中两件经查来源为外线市 已已请所辖卫生局依全则办理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